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2月9号2024年 今天是年三十晚了 除夕月 除夕月 首先呢 如果明天你没有时间看我视频 今天我就先恭喜你 你看我穿到多么红了 这个就红了 这个是我的 汪汪的 椅子 首先要祝大家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财源广进 股票赚大钱 隆年步步高升 万事如意 ok我们今天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 课程啊 999到明天啊 明天还有一天啊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课程啊999 ok 要注册记得 下面有那个表格啊 这边下面有表格 或者你去我的Facebook 也是有那个链接啦 ok 这个是网客来的啦 你随时可以看那个视频 然后我们每几个月都会有 那个Zoom Class 跟你讨论我的这个 秘密价值投资跟 自动盈利策略啦 所以不要忘记参与我的 KF自动盈利图表分析课程啊 ok 记住啊 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今年赚钱的机会啊 ok 我们看看免就是明天啊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 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 期货商品 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今天我也早早一点做视频啊 因为今天我是要回去 吃那个吃团圆饭啊 看看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啊 还有呢 带孩子可能玩点烟花这样子啦 希望大家啊 今天你回家的啊 今天晚上你回家的 你知道啦 有些人比较迟一点啊 可能很多工作啦 祝你这个啊 什么啦 一路顺风啦 所以 驾车要小心 驾车要小心 还有啊这个 记得咯 check了那个车先 然后看看那个 oservice下 看看黑油那有没有啦 才回去啦 ok 因为现在过年啊 真的很难找人修车了 ok ok ok我们看看这个 国际先 看看国际啊 所以现在还没有收市的啦 记得啊还没有收市啊 ok今天早一点啊 因为等下要回去吃团圆饭 太迟了 太夜了 现在是4点半 4点42分啊 现在是1512 马股上了0.49 0.00 0.032% 新加坡掉了0.147% 香港掉了0.828% 韩国上了0.412% 日本上了0.093% 中国FTSC没有变 中国SSE上掉了 啊上了1.280% SSE中国上了1.290% 那中国下个星期是没有交易啦 ok 澳洲就20 也上了0.073% 不强啦 今天亚洲 台湾上了0.2% 印度上了0.158% So Holiday啦 全世界 因为 因为这个 什么啦 这个 呃 我们花任新年了 中国 中国Holiday 一个星期会影响蛮多东西的 因为很多 很多产品从中国出来 很多货我们要 那些东西是从中国来啦 所以这个星期 就是一个星期 很多东西会慢一点 所以很多公司 他会 值 值钱 就是 啊 在这个 啊 中国之前 他们会会 很多 守住那个货 ok 但是市场会慢下来 因为中国没有交易 会慢下来 我们看台湾 我们看欧洲 英国上了0.03% 德国上了0.092% 我们看 昨天晚上美国 哦还是上啊 0.127% Dowjones MISC上了0.233% S&P上了0.057% Nestex上了0.235% OK 美国是慢慢上 还有上一点了 这个AI真的太强了 ok 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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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 还是不是太强 ok Brain 油 7到80了 81.78% 所以有点 动力 原油也是76.48% 所以油看来有机会 好像有机会继续 可能还会再上 你要开始 关注这个油 ok 金 2047 赢 22.76% 金跟赢 没有什么大突破 美金 4.76% 1.3% 是美金开始 他冲了一轮 现在慢下来 他也是很高下来 4.76% 换马币 OK Bitcoin突破了 46464 以太坊 2465 所以 恭喜你 你有收到加密货币 恭喜你 Bitcoin是突破了 突破了 突破了 这个阻力 现在他是要来47,000 OK 47,000 没有跌回来 这个35,000 所以刚刚好 他被这个通到顶 通到顶救了 通到顶救了 所以他 再跌破50 右冲破50 现在红色动力越来越强 他是要继续再去 47,000再突破的话 可能他还要去 你记得我讲什么 记得我讲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震荡越来越大了 他这个震荡越来越大 证明这个market数 越来越强了 虽然他如果他跌都好了 他反弹的动力是越来越多 证明这个market 这个量越来越高了 你看他 他开始 开始 刚刚开始 要 要反弹 他在调整很小了 越来越大 他调整了 现在你看他越来越大 那个market是越来越波动 越来越 越来越强了 跌也比较快 上也比较快了 但是 你知道他现在是开始动力 是有了 开始有动力了 以太坊有没有突破 以太坊突破24,000 看他人 24, sorry 看他人不能回来 来测试这个 啊 这边 这个 ok 这个 26,2600 如果他突破2639 可能他还要去 ok so ok sorana sorana 已经继续上 这个头肩 看来他要去啊 这个有头肩在这边 啊 kardano kardano kardano突破了啊 突破这个set rate通道 开始要突破 哎呀 看来过年都是 啊 看来我的这个 crypto的这个 这个什么啊 这个啊 crypto这个 这个luno啊 crypto这个account啊 看来过年是满 满漂亮了 哈哈 哈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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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再看 ok 我们看马股 ok 哇上升股460了 下跌股352了 所以讲了 蛮强的 但是 他的量1.722 这个是非常 非常 非常小 小的量了 今天啊 ok 非常小量了 非常小量了 今天 ok 啊 今天4点 现在已经满 现在已经4.40多分了 差不多收市了 ok 下跌股352 上升股460 今天真的超级少量了 超级少量了 ok 够力了 够力了 那个量少到 1.72 ok so啊 没有交易的1017 没有变成4458了 可能收市会会会有一点点 啊 会有点动力了 啊不是动力了 有点波动了啊 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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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都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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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他好看一点啊 啊 因为要破练了 renew code大跌哦 因为他PM17哦 ok 就其他的是没有什么 ok 给我们看板块 消费上了0.17% 全部是%啊 工业上了0.24% 建筑上了0.23% 科技上了0.58% 金融掉了0.18% 房产上了0.46% 种植上了0.18% REIT上了0.19% 能源上了1.01% 医疗掉了0.25% 电讯上了0.75% 运输掉了0.14% utility 工艺品上了0.13% 所以今天强的啊 强的是加密货币了 ok 看KLCI先 看看KLCI的盘 我跟你讲啦 KLCI是在这边过年的 我跟你讲啦 现在是在真正的给我猜到啦 一伏一伞 在这边过年啦 他不会去哪里啦 ok ACE market ACE market有上一点点 ok 0.6% 小盘 中盘有上一点点 也是在这个附近啦 这边附近过年的啦 去不到哪里的啦 1520这边 151多到1520这边 ok 小盘 小盘 小盘有上一点点啦 也是在这边附近过年啦 ok 这个16700 但是他有小小的动力啦 ok 我们看人员 人员有个 嗯 啊 人员啊 人员现在他 我觉得他应该调了先 我觉得他应该要调下来先才上啦 不是讲不能啦 我觉得他应该要调下来先 看他的总是 他可能会做双顶 应该调下来先 嗯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动力啦 ok 没有什么动力啦 ok 这个好像要做一个 这个 掉紧这样啦 是不是很好啦 ok 啊 ok Facebook今天 sorry 到底没有真的真的很迟才 才可以post到啦 今天早上你知道啦 有点东西要做了 啊 明天又过年了啦 有东西要做家里啊 啊 要 要收拾一下啊 这些这些啦 本来没有什么东西的 但是你开始收拾起来 又很多东西 哈哈哈哈 啊 你开始你不看啦 本来没有什么很多东西啦 那你要收拾起来 就是很多东西啦 啊 sky ok ok sky 祝大家这个了啊 啊 啊 祝大家这个除息页啊 啊 pilot ok ok 没有什么东西啦 大家都在忙啦 大家都在忙今天啦 ok 不要忘记了哈 今天还有做视频啊 还有做视频 ok h 银行量啊 银行量啊 银行量 positive on itmax啊 对这个itmax乐观啦 h lip 对itmax 赢得4700万令吉合同持积极态度 啊 然后呢 他还有这个啦 啊 他还有给他target啦 去到2.9亿目标啦 上了40%目标了 ok 因为他还有 还有这个啊 还有 ai啊 啊 还有 ai啊 啊 就世界有 ai的就是全部要飞了啊 风龙投资银行 hlib 重申对itmaxsystembhd的买入评级 并将目标价tp上调40% 原因是该集团估值溢价 因为该集团对人工智能 ai 主题拥有独特的直接投资 尤其是在应用层面 ok 2.9 看看啊 是不是2.9 2.9亿啊 还有个亿在这边 ok 2.9亿 所以我们看他的图怎么样先啊 idmax ok idmax 超买的 等他回调下来先啊 回调下来 回调之后再进 会比较好 现在是最高了啊 等他回调之后再进 看如果他有机会回调的话呢 等他回调 这个2.08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回调啦 因为这边有银行目标 这样多个银行目标 可能他调一轮 他调一轮之后再突破 啊 才是再 最好是这样子才追啦 可能他会横盘回调啦 会调整啊 他会调整啊 不讲回调 调整 他可能会横盘调整啊 调整一轮再突破 比较好啊 所以 如果你现在进 你可能是在追高了啊 ok 这个是有机会了啊 看他的走势 这个是有机会了 看他的走势 但是他已经超买了啊 最好等他回调先啊 等他回调先 等他回调先 等他看好这个SIME DAB 给他TP 啊 吸到2.8 ok SIME DAB 看一下SIME 2.8 可能啊 SIME DAB是有机会的 但是要等啊 现在他很多 呃 他有很多这个 很多新闻啊 很多新闻啊 他又买啊 这个谁啊 啊 啊 UMW这些啦 他长期是有机会的 现在 哦 有机会 现在你看他 阿里萨有背离了 他有背离 可能他会调一轮 如果他有调下来 下一次再反弹的话呢 是机会 现在可能 啊 现在他有背离 可能会调一轮下来 就是回来这个 有可能会回来 这些目标了 这些啊 这些区 低一点的价钱啊 2.3 啊 这些价钱啊 啊2.3啊 2.3多 哦 比较好了 ok 等他回调之后 会比较好一点 RHBIB表示MGB被严重低估 将目标价定为1.13令吉 哇1.13令吉 MGB了 哈 MGB好像有突破 他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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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没有突破了 如果明天 下个星期 他在台能上的话 应该还有机会了 哦 他应该是这样子了 他有一个3 的这个 啊 啊 啊 通道了 啊 三层的通 啊2层的通道了 2层的通道了 3条线2层了 如果下个星期还能上 他是有机会了 他是给多少啊 等下等下 1.13 我们看一下 1.13 蛮高的 1.13 蛮高 公司动力有来 这个 还有机会了 如果下个星期还能跑的话 可以试这个啊 MGB ok Datapract 啊 Datapract今天大起啦 因为他拿到这个 什么啊 这个这个项目在这个 班冬的 昨天讲的了 看到Datapract今天起多少 这个都不错 这个啊 今天啊 上11%啊 这个MGB MGB ok 这个看一下Datapract MGB是7595 ok Datapract 但是Datapract 但是Datapract 还没突破的啊 我到暂时还是对他 不是讲 啊 不是讲太乐观了啊 我觉得他是还没有突破 突破0.19会比较好 这个Bud 338 啊 他突破0.19是比较好 现在还看不到他什么大动力 啊 长期的反弹 还看不到 啊 ok 啊 Renew call 虽然他昨天有交那个 有交那个账吗 Bedru call 审计师免责声明意见 PN17状态受到限制 啊 他昨天他是敢敢 昨天是有交到那个账 但是呢 啊 交了然后呢 现在今天被 啊 被列为PN17了 所以Renew call 啊 有一天 啊 有一天 如果他能 他能 他能 什么呢 翻身的话呢 回身的话呢 啊 他是 啊 很够力啊 现在不要动他先啊 不要动他先啊 看有啊 模式先 中国不是很强啊 那个反弹 中国经济困境加剧 投行准备迎接更多亚洲裁员 啊 so 啊 不是这样好了 ok 首先不要忘记点点赞 分享留言啊 ok 还有啊 记得啊 ok999到明天罢了 啊 ok不要忘记啊 不要忘记参与 ok 我们看动力股 动力股几个SAM SAM SAM 呢 暂时还是看到短期罢了 看不到他的长期 SAM SAM是 982 982 982可能有一个短期 啊 ok 逃命波 ok 长期还看不到 短期RSI突破50 红色动力还没有来 有一个机会回来 4.444有机会 但是如果 如果他要长期 他必须要重破4.44 如果他要长期的话 他必须要重破4.44 啊 所以如果你有进的话 4.44这个位置 你要小心啊 小心就是套利取啊 如果 如果他重不破的话呢 可以 你要小心 如果重破的话 可以继续啊 可以继续加或者长期啦 DESK Household 明天都会有视频啦 不要忘记啦 明天我们星期六 我们看这个 看国际 ok 星期天 我们就看什么啦 我们就重温一个星期的股 ok ESK 哦 DESK 充了 DESK 一波两波 嗯 他是有个通道啊 你看这个 他是有个通道啊 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这个 啊 哎呀 哎 哎 嗯 嗯 ok 你要小心这个通道顶啊 就是这个1.35啦 如果你进了啦 如果没有进就迟了啦 啊 超买了啊 所以如果你进了就看1.36 这边啊 ok 都更定都负 云顶有点动力啦 现在啦 ok 2.08% 云顶 看怎么样 还是慢慢的上啦 哦 他这个有双底 顶着他 他是有机会来啦 啊 慢慢的上啦 有机会5.08 如果过年啊 他生意很好的话呢 他开始他的月季会 啊啊 下一个月季报告会很好的话呢 他应该还能去啦 但是还是ok啦 啊 他的量有没有整5个million去3个million 平均是5个million 3个million ok啦 你不预料他今天量会太大啦 今天马股的量都降小 啊 2.8% 而都富还是不能啦 还是这样下跌去 都富是老底失败啦 啊 记得啦 都富是老底失败 ok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先 ok so 希望啊大家快快乐乐 回家吃团圆饭 ok 我们明天再谈 记得999 给自己一个机会 在2024年 在股市这边 有机会去 啊 盈利 捞钱 ok 明天再谈 恭喜发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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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